好 洪仲秋按桃园地方法院再度开庭 今天传唤269旅禁闭市市长肖志明等11名的管理士到庭 肖志明爆料说范索仙曾经交代禁闭市陈嘉祥要特别照顾洪仲秋 而这批的借护士也说呢 在洪仲秋进来关禁闭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到什么体检表 所以压根不知道洪仲秋的BMI值过高 269旅禁闭市市长肖志明 副市长宋浩群 以及代理副市长罗继源 开庭前神情轻松 但进法庭后回答谨慎 三个人都说操练是由管理士推派当教官 项目按表操课 但每种做几下做多久由教官决定 市长副市长不实际操课 他们只是督导 他们三个人都特别强调 洪仲秋被送进来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他的体检表 所以并不知道他的BMI是33 是超过27所谓的肥胖标准 要特别关照的人 他们表示说因为没有看到体检表 所以并不知道 离清269旅禁闭市操练洪仲秋的过程 桃园地院一天分成三梯次传唤 包括肖志明 宋浩群 侯梦南 李佑正 以及最受瞩目的陈一勋 李念祖 陈嘉祥等 11名被告 269旅禁闭市市长肖志明 强调 陈嘉祥也有打电话告诉他 当时范左线要求要好好照顾洪仲秋 肖志明解读 所谓好好照顾就是要特别加强操练 但是他告诉陈嘉祥不要理会范左线 因为万一出了事谁要负责呢 洪仲秋在269旅受到林月市操练致死 是谁冷血操练 幕后又是谁下指导旗 谁该为洪仲秋指死负责 法庭陆续传唤 11名被告要问清楚 专闯文杨启浩代秋荣 陈燕吟 SNG小组 桃园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